万里介绍一下自己吧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孙万里 来自山东高敏 今年34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网易车司机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今天能有机会来到天津卫视 跨时代战士的舞台上 所以感觉也特别兴奋 刚唱这首歌的时候 尤其是到了唱高潮部分 我怒放的生命那一块 我能感受到 他对于自己的生活 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那种热情 他那种想让让自己去怒放的那种状态 能感受到你的内心 其实和我一开始 对你这个斯文的这种外表 它是有反差的 谢谢老师 谢谢 但你为什么没有走向唱歌这条路 是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梦想 但没有办法去追求他吗 怎么说呢 我家庭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是父亲一个人 拉扯着我跟哥哥一块生活 一个男人带两个孩子 也挺不容易的 小时候也有想过就是 能不能考个异校呀 学学唱歌呀 但是后来也是想到自己的 这个家庭情况呀 从来没跟父亲提起过这个事 当然现在说起来 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父亲也已经不在了 现在呢 在我的生命中 有两束光 一直在照耀着我 陪伴着我 第一束光呢 就是从小到大 我一直爱好 一直喜欢的音乐 陪着我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束光 就是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 我的家人 这首歌也是想唱给妻子听 并且今天也是特意 把妻子带过来一起陪着我 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我们就不想跟你聊天了 来 我们请妻子上场吧 来 请又请 大家好 我是说话里的爱人 我叫小梅 你好 你们现在结婚多久了 有十二个年头了 十二个年头了 听说他俩有一段故事特有意思 他准备了给妻子表白 他本来想感动妻子 然后结果妻子啥事没有 他自己哭得烂七八糟的 感动自己了 首先 有这个事没有 当时是那个 因为我俩认识 并不是自由恋爱 是那个通过 相亲 我当过兵 当兵退伍以后 回到地方以后 就找了份工作 做一名基层的机械员 那时候 年轻啊 嘴也勤快 腿也勤快 然后每个村跑 然后那些爷爷奶奶 就特别喜欢我 就是天天跟我开玩笑 要给我介绍个媳妇 介绍个对象呢 有一天我是去小梅 去我媳妇那个舅舅家 给她们装宽带 然后我那个舅母 也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行啊 我也以为开玩笑呢 也没当回事 结果第二天 舅母就打电话了 那个小孙子 那个来吃饭吧 我把我那个外甥女儿 给你喊来了 你们俩认识一下 然后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 哎呀 那小梅你知道你的老公 她的这个梦想吗 还有她对音乐这份热爱 嗯 知道的 因为刚结婚的时候 嗯 谈恋爱的时候 她那会儿还 嗯 就是自己弹吉他啦 这样自己唱歌 但是后来结婚以后吧 就有了那个我们的大宝 我就不能去上班了 只能在家照顾孩子 然后我们的所有家庭开支啊 包括乱七八糟的事情 房贷什么的 都需要她一个人去 所以说她就没有时间去唱歌了 哦 所以我明白了 这你为什么在网约车里面唱歌的原因 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在外面 对吧 对 因为这份工作 我实际工作地点 跟我家不在一个城市 我工作的地点是在山东青岛 我每天早上早起 路程一般就是两个多小时过去 收车以后晚上一般回家都是凌晨啊 半夜 说真心话老师真的很累 腰酸背痛腿抽筋 那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呢 在回家乘的一个路上 跑了一天车嘛 这心里憔悴的 一个人在路上 特别孤单 特别寂寞 特别无聊 有时候还会害怕 在这个期间 然后我就吼两嗓子 怎么一吼一喊 然后唱两首歌 这一天的脾气感觉没有了 烟消云散了 而且心情也特别好 特别舒服 你其实做到了一个 为了家人该做的一些事情 你分得清说 我虽然有梦想 哪怕我在疲倦 工作疲倦的时候 我路上去唱歌 去满足我的爱好 但是我不会为了一份 还没有看到希望的梦想 就去抛弃自己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 或作为一个孩子的这种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今天在这舞台上 我认为是非常好 让很多人能够了解到 因为现实生活和梦想 它有的时候是不可分割的 其实 借着那种放生命那首歌 我倒觉得不管是哪一个职业 但是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自己的这个路径上 去享受生活 虽然生活对每个人也很坚信 这种精神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的 哇 那今天如果给你个机会的话 当着小梅 要不要跟她表达点什么 说点什么 如果真的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的话 我想正耳八经地给我老婆唱首歌 那接下来 在第二现场的达人们 请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 五 四 三 二 一 锁票